郑欣德掌 杨仁川德掌 达斗黄千铜 李长特德兄 唐企鹅德姐 李琴森德兄 在座的每位大家早上好 从刚才的短片 我们了解到了 我们的这些年来 从2016年开始 这个培训到第七届 就是说一共经历了 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三年半的时间 可以说是我们人生 一段美好的回忆 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记忆 那么回想起 我们在2016年 我们的第一届课程是德教信典 第二届课程呢 德教信典 第三届呢 泰山感应篇 第四届 十三义道经 十三义道经 第五届 第五届 一般的这个招牌的课程 可以说是一个旗舰的课程 也可以呢 是一个属一个火车服的课程 因为它带动了我们整体啊 上下老师同修们的努力 因为呢 在这个场面呢 你可以看到呢 不同课程的老师出现了 不同的一些学业都出现了 这是记得呢 大家的一个努力啊 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 可能大家会问了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有什么特色 因为大家会发现到呢 我们的特色呢 彰显在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它彰显了我们 中华文化的精粹 它里面呢 有武家 有道家和佛家的这些色彩在里面 第二呢 它能够呢 就是说 配合我们子方格的这个宗旨啊 广培人才啊 所以呢 相信呢 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子方格呢 还有所有的有格啊 所有来参加的不同的传题呢 都会出现了自己 各自的这些 领导的这些人才 那么最重要的 它这个课程呢 它是一个带动啊 因为它带动我们大讲 上下一心啊 传结一致 一致的往前 往前冲啊 那么它符合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什么呢 就是自强不喜啊 后得 债务 奋斗呢 敬起的这个 精神 那么可能最后呢 大家会问呢 我们 这第七季啊 这个课程呢 到底呢 它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种的 起始 或者一种的展望 通过了 这个两天的 一夜的这个课程啊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大家呢 会了解到啊 这个地藏王菩萨 或者地藏菩萨 它的精神 它真正的精神是 什么 那么第二个呢 大家呢 也会知道呢 为什么它多生多结以来啊 一致呢 建了不舍的去救度众生 为什么 从这个两天的课程里面呢 大家会找到答案 最后呢 大家会了解到 为什么它的微神试验 能够呢 救度众生 这个是呢 我们这两天 课程里面的这个 的精华点啊 那么在结束之前呢 配合今天主题呢 就是微神试验 救度众生 大家跟我一起念三声啊 好 微神试验 微神试验 救度众生 救度众生 来自己来三次啊 微神试验 救度众生 微神试验 救度众生 微神试验 救度众生 好 我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最近的 贝博士